大家有沒有看過電影 《侏羅紀公園》啊 這部當時以電腦繪圖製作成的電影 可是讓大家感到 栩栩如山的恐龍就在你的面前 現在它也要推出以 電影第一集為基礎的遊戲 讓玩家再重新回到這個 充滿恐龍的島嶼喔 在日前 TayTay Gans公司 公布了他們改編自電影 《侏羅紀公園》的遊戲作品 即將在今年11月發售 在1993年上映的電影 《侏羅紀公園》 是第一部廣為實用電腦 繪圖來製作動物的電影 並且成為電影特效上的一個里程碑 在當時帶來的震撼感 讓新月電影作品 一直都有很高的評價 而這一次所推出的遊戲作品 將會重回當初的感動 以電影第一集的內容為基礎來製作 並且描述在電影結束之後的延伸故事 玩家要在這個熟悉的島上 面對各種凶暴的恐龍威脅下存活 並且解決各種突發的事件